Love from me to you 而基督是第二个名字 所以耶稣基督的基督 就是受高者救世主 或者是君王的意思 因此耶稣基督的意思 就是这位受高的救世主 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和黑暗中拯救出来 你在黑暗之中吗 你在罪恶当中吗 你在困难与艰苦当中吗 我们来呼求耶稣基督 那这就代表着神啊 你要带领你的百姓 将我们从黑暗 罪恶困难中拯救出来 而且带我们到永恒的国度 而在圣诞节的第三个 有关神的名字 就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不是什么九阴真经 还是九阳真经的什么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 Emmanuel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吗 神很乐意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在圣诞节 在过年这种佳节的时候 我们最希望做的 就是与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 所以呢 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孩子 这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降到世界上 因为神就是这么的乐意 渴望与我们同在 而圣经当中说 透过耶稣基督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回到 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那里 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了 所以圣诞节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有耶稣基督 他来 不但降在世界上 他就救我们脱离罪恶 能够进入永生 而这也表明了 神与我们同在 愿上帝与你 与我同在 也让我们在这个 圣诞节的时刻 不只是有 好听的音乐 有开心的拿一些礼物 更可以享受到 你来思想 神啊 谢谢你这么乐意的 与我同在 Love from me to you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